你所養的貓 狗 任何動物 尤其是不是貓狗的話 那會花費更高 那不管你今天養的小孩 牠是幾歲 你都要有心理準備 當牠老病的時候 那個就是這麼多錢 跟我們人一樣 跟人一樣 那像現在 我現在手上就剩兩個孩子 那這兩個孩子 其實也都是有病症 但是都算在穩定的狀況 所以費用都不是太高 那兩個孩子 年齡總總加起來 就大概是 大概三萬多塊的費用 三十三可以 其實也滿高的耶 很多人一個月賺不到 這樣的薪水 自己都不要吃 都給毛小孩吃 所以我常講 就是不要隨便養貓狗 對 你那個花費裡面 最多的是什麼 醫療 就是醫療 對 因為我 因為我收邊的孩子 通常都是有問題的孩子 所以會比較多 那如果是一般正常 譬如說你現在的 像他們的孩子都 現在都是年輕 身體狀況都還好的話 這個醫療費 其實都不是太高 不會是太高 我覺得食物費也很高耶 因為我餵鮮食 其實我們現在大家都在推薦一個方式 其實因為有很多 現在有很多店家 他們自己就是在做寵物鮮食 因為我們就是跟人的觀念一樣 我們人都不吃再製品了 為什麼寵物要一直不斷吃再製品 所以我們就會推崇 就是如果你可以找到好的鮮食廠商的話 我們可以食物的比例 你大部分用鮮食替代飼料 然後如果你怕說有一些不夠均衡 那你就可以補充一些飼料給他 對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大家都會覺得說 洋蟲我不想花那麼多錢 所以給他吃便宜的東西 可是你先給他吃了便宜的東西 最後問題都會反映在他老年的時數 醫療費內來也會有加高 因為讓他健康均衡其實是最省錢的方式 而且他其實不太需要看醫生 因為他很健康 對啊 而且如果說你自己本身 你沒有想要花錢養毛小孩的話 你就不要養就好了 你剛還有一個來是健康食品 五千啊 對 對 很有注意 一個人 對 平常我們好像一個月也沒有吃到五千塊 健康食品 因為就像我講的我的孩子 他通常就是有一些病兆 然後所以我需要給他補充 像我有我現在的第二個孩子 這是我的二女兒 狗狗吃什麼樣的健康食品啊 像他現在就必須要補充葉黃素 因為他的 葉黃素 其實因為我們養品種的孩子的關係 所以呢 他台灣都是進行交配 所以他們其實有很多先天上的一些不全 那所以他的白內障 其實就是因為基因不全的關係 所以導致很嚴重 那所以他現在就是像葉黃素啊 這些等等的 我們就要補充 那像我 專門給狗狗吃的 對 你要專門有一些 當然除非你經過醫生的同意 所以有一些人的 你可以等比例的給他 那像我這一次的孩子 就是去年走的 他其實 我的很多粉絲都認識他 叫Phoebe Phoebe 他也是因為精心繁殖的關係 我救援他的時候 好像有點累喔 這一招 對 他其實是壞死性腦膜腦炎 對 然後我發現的時候 他才兩歲多 那後來就是他每個月 光是醫療費就要一萬多塊 光只是醫療費 更不用講說其他 因為他吃藥的關係 我們必須要給他降感指數 其他的那些健康食品 那後來我覺得很幸福的是 我們發現病症了以後 然後我們還是多 相處了兩年多的時間 對 真的 這個毛小孩跟小孩一樣 你多給他關愛 對 跟他的身體 現在的那種營養補充品 可以多到無法想像 對 比方說像增強皮膚抵抗力的 Omega 3 那脂肪酸叫魚油 對 然後還有關節的微骨粒 對 然後還有像我們這樣 降肝脂酥 因為長期服藥 都是給毛小孩的 對 都是用 還有保健腸胃 保健腸胃的 現在像我們的 該不會有益生菌吧 有喔 那是一定要的 你每天也是好吃 而且你知道 就是除了像健康食品 它有針對狀況的去給予之外 就連鮮食也有很多店家 它是會專門調配鮮食 是給心臟病的 減肥的 腎臟的 胃臟的 就是那個調理餐就對了 對 月子餐什麼餐什麼餐都有 對 比方說腎臟不太好的 它就降低蛋白質的成分 對 讓它阿摩尼亞產生的量減少 所以它腎臟能夠保持 正常的功能久一點 對 都有調教 像我這隻 就是我第二個這個女兒 現在在吃葉黃樹的這隻老狗 牠就是因為天生那個 大過敏的孩子 鮮食也可以幫你克制喔 真的 真的 所以羊毛小孩真的要很有 很大的愛 而且要付出很多的時間 真的 跟照顧小孩是一樣的 都不花時間照顧牠 牠就會好好的 那妳碰到這個Queenie 也是有個奇遇嗎 對 因為 其實像牠是品種貓 牠是寶貓 那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想要養品種貓 我就要用買的 可是其實真的太多品種貓 都有在送養 就是大家用心找 你一定可以找到 因為像牠是被繁殖廠淘汰的 對 因為牠花是很漂亮耶 對 可是牠在當初被討 會不會特別難照顧 牠非常的 因為豹貓的腸胃 如果是獸醫牠們都會跟你講 非常麻煩 因為豹貓牠們天生最弱的是腸胃 因為其實豹啊 大貓 這種貓科動物牠們是吃生肉的 所以變成牠們演化到現在 牠們的腸胃其實不太能消化飼料 這類的東西 牠算是王者型的貓 除了像鮮食之外 牠需要吃生食 對 牠的腸胃消化生肉的 高達大概98%以上 但是如果你給牠吃飼料 牠其實不太能消化 所以一開始領養牠 因為我家還有其他的貓咪 所以牠跟著其他貓咪一起吃的時候 牠就一直拉肚子 然後拉到粗血 就是那個貓沙盆都是血 然後就是 天生富貴命一定要吃好的 換了很多食物 然後換了很多東西 然後包括像醫生也會直接告訴我 因為除了給牠吃益生菌 我在牠每一餐 我都會抹表非明 就是人吃的那個整腸健胃 抹兩顆表非明 餐在牠的食物裡面給牠吃 就是為了保持牠的排便很順 那也不要拉肚子 也不要便秘 所以就是花了很多時間在抓 比如說可是你燙羊肉 燙雞肉 牠不見得喜歡吃 你還要知道牠喜歡吃什麼 因為牠就要試啊 對 那牠到底最喜歡吃什麼 牠現在吃 牠現在吃雞肉 吃雞肉 因為牠喜歡雞肉 對 那像 因為我以前是給牠吃羊肉 那羊肉的話是對牠比較不會過敏 可是羊肉吃起來 我不知道是因為比較沒有味道的 還是牠不喜歡那個味道 所以牠比較喜歡吃雞肉類的 OK 叫牠是豹貓 是意思牠跑比較快嗎 就是牠的體格跟一般的貓咪 其實是不一樣的 因為像一般的米克斯 來 貝果比一下 或是貓咪 牠的爪子是可以收在肉店裡面 可是因為豹貓牠天生是爬樹的貓 所以牠爪子收不起來 有的人會覺得說 豹貓很兇 可是其實牠不是故意的 因為牠爪子收不起來 牠好像想跟貝果聊天 是嗎 牠喜歡貓貓狗狗 真的啊 對 那貝果喜歡交朋友嗎 牠比較害羞 對 但是牠是很害羞的 貝果到現在還沒有辦法 跨出往前距離 有這麼害羞嗎 牠已經轉過來了 但牠現在也比較穩定 我剛剛有一點就是還在抖 但我也是會蠻擔心牠 因為牠爸爸是摺耳貓 那摺耳貓通常都會有骨骼上面的問題 對 所以也是個貴族貓啊 博士貓嘛 不是 摺耳貓是摺耳貓 摺耳貓是摺耳貓 但是牠其實是一個先天不良的 對 牠其實是一個便便的 但大家就會覺得 摺耳貓好可愛 就是耳朵這樣摺起來這樣 我以為很可愛 可是其實那個是很可憐 其實很可憐 因為很多摺耳貓到比較年紀大一點的時候 牠會骨骼腳 特別是腳會有問題 那狗貓本來就會有像是尿道上面的問題 所以 但我覺得我養牠還蠻幸運 就是牠都沒有給我太多的負擔 對 真的嗎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Queenie好了 妳照顧Queenie很不容易喔 一個月大概花多少錢 一個月喔 其實差不多 欸 差很多耶 跟那個 狗狗跟貓貓還是有差 對 因為 而且很有趣的是 我們家現在剩兩隻貓 牠們都在馬桶上廁所 妳很吸引到貓殺 對 花很多的時間去 所以我們家沒有貓殺 所以基本上牠生活開銷就少了很多 對 可是為什麼 妳剛剛那個鮮十八千 這個才一千五 差這麼多 牠不是就要吃生肉嗎 就是平均一個月 可是因為牠的食量很小啊 所以牠其實不會吃到太多 像生肉其實 大家會覺得說很貴 其實牠不是貴 牠貴在 牠是麻煩 所以貓的食量比狗狗少很多 當然也是因為我們家的毛小孩的 那個鮮十必須要克制 對 就是針對牠的狀況 另外製作的 不是像牠們說大量製作的 就是統一規格 所以會比較貴一點 OK 好 所以兩千九 問一下交際娛樂是什麼 交際娛樂 對 肚貓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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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帶牠出去跟大家 對 因為貓咪其實很需要社會化 對 因為貓咪一旦 對 狗狗 牠現在很想要交際 狗狗社會化學習得比較快 可是貓咪其實蠻久的 所以我很常帶牠出門 那讓牠很穩定 就是包括去寵物餐廳 寵物咖啡廳 那牠很喜歡親人 親貓 親狗 就牠不怕任何的貓貓 狗狗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所以我會帶牠到處去走走 所以牠有可能待會兒就衝過去 親貝果一下 因為牠不是爆衝型的 可是如果貓咪願意 牠會跟牠交配 真的 貓咪你願意嗎 貓咪你願意嗎 給牠一點時間 牠需要時間 有有 牠有反應了 你不要一直看到女生欸 他們都會聽 真的喔 而且你鼓勵牠們 牠們真的會 對 牠之後我們現在鼓勵牠們兩個 牠知道有講到牠們的名字 牠們會聽一下 Queenie 貓咪 Together 你不要過來 真的 你不要過來 我會聽到那個